吃鮮肉 你們有沒有吃到 我都在香港 會在香港 我都很喜歡香港 我是尾村玲子 我從28年來在香港 我現在在香港的 特地工具工具 做出一格的点心车 和象征度超高的传统点心眉毛型 就是这位满手钻式 一生贵妇打扮的Neko 我来吃茶叉饭 茶叉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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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你喜欢 精心制作 是吗 像不像点心 像 连点心姐姐都比出这么高评价 但是Neko 说 原来做这些点心模型一点都不难 20秒 出来上了 封面是这样的 丸子 计算后 整个形状 这个是一个2时间的 所以日本人的妻子 每个人都来试试 三个插入 学奏 在日本 思考上的 Neko 做的眉毛型 除了会放在店里寄卖 更加会开办眉毛型班 至今已经够了12年了 香港 我从香港来到香港 自从做什么 做得到 我没有进行 所以 我从来到香港 小型 所以 我从来到香港 看上去 再次再次 做了 但面对香港点心车 贫乱着重 她都只可以用眉毛型 留着这份回忆 我看到这些景色是挺好看的 我从日本看过这些景色 那么多有设计的景色 我设计的人们会借过这个景色 我设计的景色是非常好看的 我设计的景色是很可爱的 我想这些景色的香港 这是很多人希望在日本 来到日本去旅行 所以我设计的景色是很残念 我设计的景色是很残念 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 點心意外 Neko更會做其他香港舊式美食的微模型 不過她在香港生活的28年裡 大部份的食物都未吃過 遊客必訪的茶檔 難道你都未去過? 其實我沒有去過的 但我都沒有做過的 全部是在照片 我都沒有做過的 道路的食物 日本人是不足 我正確實有些抵抗 言語不可以做到 我都沒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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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在家裡 我都會想到很多地方 我都會安心地領著 或者你會覺得 Neko 山很離地 不過 90 年代來到香港的日本人 的確可以完全過著日本式的香港生活 90 年代初是日本人最光輝的年代 當年的香港百貨公司 有大院、三月、松阪屋、崇光、八百伴 這些都成為了香港著名的地標 日本餐廳臨立 當時大家都喜歡日本文化、看日劇、聽日文歌 1992年 Neko 山的老公要來香港工作 所以她都搬到香港 我最初住的地方是ケネディ駕駛 所以很安靜 近來有湾茶 湾茶的市場 湾茶的市場 有點衝擊 肉汁 野菜 沙漫 有點衝擊 或者就是這種文化衝擊 令到家住銅鑼灣區的Neko 山 日常都是去日本的百貨公司 Supermarket 和餐廳 過著日本式的香港生活 現在考慮 香港住在香港 日本人社會 生活著 那裡 那裡 沒有関東人的朋友 所以 普通 只有日本人 生活著 那裡 是問題 後來因為日本的泡沫經濟爆破 當年臨立的日本百貨 現在也只是盛低 唇光一間 當時 很多在香港的日本人 都回到日本 而Neko 山和老公 就選擇一直留在香港 生兒育女 而即使她的女兒 現在是英國生活 Neko 山都沒有想過要離開 我一直在香港 我一直在香港 香港 我喜歡香港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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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由 考慮 也自由 也自由 自己自身 想要做 自己的事 我已經習慣了 所以 很開心 日本 日本 周邊的眼睛 決定 日本 日本 電車に乗った時 黙って座ってたんですけど 静かにしてくださいって 隣に座ってる方に 言われたんですね 何もしてないのに 何でだろうと思ってたら 携帯の メッセージを打つ時の カチカチカチっていう音 あれが うるさく感じたみたいなんですね 香港だとそれが 普通のことだったので それを注意されたっていうのに すごいびっくりした経験があります 除了香港的自由 和徐姓 Lekoさんの中の香港人 竟然不是 冷漠的都市人 私は本当に優しいし 本当に感謝してます 香港の人には 助けてもらってます たくさん 過去一年的疫情 更加令到Lekoさん 反思自己 と香港の関係 コロナになったからっていうわけ 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香港の人に頼らなくても 生きてこれたっていうか 例えば材料も 日本に帰れば帰るわとか そういうの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そういう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たときに 助けてくれたのが やっぱり香港の方だったので よりもっと香港が好きになったんですね 優しいなとか こんな私みたいな日本人に 自分が別に利益になるわけでもないのに 助けてくれたり 電話かけてくれたり 調べてくれたり そういうところがすごく ありがたかった 困ってるからこそ もっとそのありがたみが 感じたというか そういう気持ちです 28年来 第一次同香港人コンネット 他表示好後悔 沒有好好学廣東話 現在60歳的他 考えたり 考えたり 勇気に入ってくれます これからの夢は 香港人の方に ミニチュアを広めていきたい ということです そのために 今一生懸命 言葉とか勉強しています 私はこの香港で 本当にたくさんの幸せをもらったので ミニチュアを通して 何かお返しできたらいいな というのはあります あと香港の方も こういう伝統文化の ヤムチャとかを 残していかれる ということが そういうことが できたらいいな と思っています 答えたり よく